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参加HSK三级考试 大家好 欢迎参加HSK三级考试 HSK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 共四十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喂 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 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 好吗? 喂 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 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 好吗? 现在开始第一道五题 一 下了飞机 就给我来电话 好的 你到中国以后 自己照顾好自己 一 下了飞机 就给我来电话 好的 你到中国以后 自己照顾好自己 二 请问 二零四房间在哪儿? 请这边走 前面左边第二个就是 二 请问 二零四房间在哪儿? 请这边走 前面左边第二个就是 三 眼药水用了吗?有作用没? 有作用 现在眼睛已经不红了 三 眼药水用了吗?有作用没? 有作用 现在眼睛已经不红了 四 这些书我可以借多长时间? 一个月 如果看不完 可以再借一个月 四 这些书我可以借多长时间? 一个月 如果看不完 可以再借一个月 五 这张画是你画的吗? 五 这张画是你画的吗? 是我爷爷画的 这是他的一张花鸟画 五 这张画是你画的吗? 是我爷爷画的 这是他的一张花鸟画 现在开始 第六到十题 六 你不舒服吗? 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六 没关系 我应该是感冒了 有点发烧 六 你不舒服吗? 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六 没关系 我应该是感冒了 有点发烧 7. 今天的鸡蛋面怎么样? 很好吃,我吃饱了。 我认为你做饭的水平越来越高了。 7. 今天的鸡蛋面怎么样? 8. 欢迎你来公司工作。 8. 谢谢您,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努力的。 8. 欢迎你来公司工作。 9. 谢谢您,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努力的。 9. 我马上就到,已经到楼下了。 你好,一共多少钱? 9. 我马上就到,已经到楼下了。 你好,一共多少钱? 9. 三十五块。 10. 小姐,这么长,您看可以吗? 10. 再短一些吧,夏天到了,头发还是短一点好。 10. 小姐,这么长,您看可以吗? 10. 再短一些吧,夏天到了,头发还是短一点好。 10. 第二部分,一共十个题,每题听两次。 10. 例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10.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10. 今天我想早点回家,看了看手表,才五点。 10. 过了一会儿再看表,还是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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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 那块手表不是它的 现在开始第十一题 十一 在这里冬天的水果虽然比夏天的贵 但是很新鲜 冬天水果很便宜 十一 在这里冬天的水果虽然比夏天的贵 但是很新鲜 冬天水果很便宜 十二 太好了 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医生说 他很快就能像以前一样打篮球了 他现在还不能打篮球 十二 十三 儿子十七岁了 长得很快 去年买的裤子 现在已经不能穿了 现在 他和他爸爸一样高了 儿子比爸爸矮 儿子比爸爸矮 十三 儿子十七岁了 长得很快 去年买的裤子 现在已经不能穿了 现在 他和他爸爸一样高了 儿子比爸爸矮 十四 八月十五的晚上 月亮就像一个白色的大盘子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中国人喜欢在这一天 和家里人一起吃饭 一起看月亮 八月十五的月亮大 十四 八月十五的晚上 月亮就像一个白色的大盘子 非常漂亮 中国人喜欢在这一天 和家里人一起吃饭 一起看月亮 八月十五的月亮大 十五 我搬家了 新的房子虽然小了点儿 但是离公司很近 他现在住在公司附近 十五 我搬家了 新的房子 新的房子虽然小了点儿 但是离公司很近 他现在住在公司附近 十六 我家有一只小猫 胖胖的 很可爱 女儿经常给他洗澡 特别喜欢和他在一起玩 女儿喜欢小狗 十六 我看老李的脸色脸色 不太好 一问才知道 他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他说 他第一次坐船 以为和坐车没什么不同 他现在明白了 差远了 老李第一次坐船 十七 我看老李的脸色 我看老李的脸色不太好 一问才知道 他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他说 他第一次坐船 以为和坐车没什么不同 他现在明白了 差远了 老李第一次坐船 十八 把椅子上的铅笔给我 谢谢 耳朵鼻子都画完了 现在该画这只熊猫的脚了 他在黑板上画熊猫 十八 早上 我在电子信箱里 看到了我的成绩单 我的成绩比过去 有了很大提高 今天一天 我都很快乐 他的成绩不错 十九 早上 我在电子信箱里 看到了我的成绩单 我的成绩比过去 有了很大提高 今天一天 我都很快乐 他的成绩不错 二十 哭不一定表示难过 有的人着急的时候会哭 有的人在高兴的时候也会哭 高兴的时候不会哭 二十 有的人在高兴的时候也会哭 有的人在高兴的时候也会哭 高兴的时候不会哭 第三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小王 帮我开一下门好吗 谢谢 没问题 您去超市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 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 小王 帮我开一下门好吗 谢谢 没问题 您去超市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 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 现在开始 第二十一题 二十一 谢谢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这个包我非常喜欢 不客气 祝你生日快乐 男的送什么礼物 二十一 谢谢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这个包我非常喜欢 不客气 祝你生日快乐 男的送什么礼物了 二十二 你好 我住六零七 房间里的空调坏了 你能来看看吗 好的 先生 对不起 我们马上找人来 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 二十二 你好 我住六零七 房间里的空调坏了 你能来看看吗 好的 先生 对不起 我们马上找人来 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 二十三 你回来就一直玩游戏 作业写完了吗 我在学校就写完了 男的正在做什么 二十三 你回来就一直玩游戏 作业写完了吗 我在学校就写完了 男的正在做什么 二十四 奇怪 我记得这条街上有一个咖啡馆的 没关系 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就行 女的是什么意思 二十四 这条裙子 去年才买的 今年就不能穿了 你吃的太多 也不运动 可能又长十斤肉了吧 女的为什么不能穿那条裙子 二十五 这条裙子 去年才买的 今年就不能穿了 你吃的太多 也不运动 可能又长十斤肉了吧 女的 女的为什么不能穿那条裙子 二十六 帽子在几层呢 我看看 一层是家电 二层是衣帽 我们去二层 他们现在在哪儿 二十六 帽子在几层呢 我看看 一层是家电 二层是衣帽 我们去二层 他们现在在哪儿 二十七 再见 一会儿你离开的时候 记得关灯 好的 经理 明天见 关于女的 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七 再见 一会儿你离开的时候 记得关灯 好的 经理 明天见 关于女的 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八 姐 您做的蛋糕 真好吃 洗手了吗 先去把手洗了 然后帮我拿碗筷 准备吃饭 准备吃饭 蛋糕是谁做的 二十八 姐 您做的蛋糕 真好吃 洗手了吗 先去把手洗了 然后帮我拿碗筷 准备吃饭 蛋糕是谁做的 二十九 这件衬衫是很好 就是太贵了 那我再给您便宜五十块 怎么样 这件衬衫怎么样 二十九 这件衬衫是很好 就是太贵了 那我再给您便宜五十块 怎么样 这件衬衫怎么样 三十 你怎么突然开始关心体育了 我的男朋友喜欢看足球比赛 是他影响了我 女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三十 你怎么突然开始关心体育了 我的男朋友喜欢看足球比赛 是他影响了我 女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第四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晚饭做好了 准备吃饭了 等一会儿 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 快点吧 一起吃 菜冷了就不好吃了 你先吃 我马上就看完了 男的在做什么 晚饭做好了 准备吃饭了 等一会儿 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 快点吧 一起吃 菜冷了就不好吃了 你先吃 你先吃 我马上就看完了 男的在做什么 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 三十一 喂 请问小李在家吗 他出去了 请问您是哪位 我姓王 是他的同学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去超市买点东西 可能十分钟就回来了 小李现在最可能在哪儿 三十一 三十二 我们这儿 有个西瓜文化节 您有兴趣去看看吗 当然有兴趣了 我们可以一边吃西瓜 一边看表演 好 现在差一刻十点 我们现在去 现在几点了 三十二 我们这儿 有个西瓜文化节 您有兴趣去看看吗 当然有兴趣了 我们可以一边吃西瓜 一边看表演 好 现在差一刻十点 我们现在去 现在几点了 三十三 你把我的那本书放哪儿了 在桌子上 在桌子上 我要去还书 今天是最后一天 今天必须还 还了吧 那本书 还了吧 那本书我也没看懂 女的觉得那本书怎么样 三十四 你好 你好 我去世界公园 好的 没问题 从这儿到世界公园 远吗 需要多长时间 不是很远 半个小时吧 难的是做什么的 三十四 你好 我去世界公园 好的 没问题 从这儿到世界公园 远吗 需要多长时间 不是很远 半个小时吧 难的是做什么的 三十五 你知道的怎么这么多 真聪明 那是因为我看的书多 读书使人聪明 那你对历史书也了解不少吧 给我介绍几本 明天吧 我给你写一个单子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五 你知道的怎么这么多 真聪明 那是因为我看的书多 读书使人聪明 那你对历史书也了解不少吧 给我介绍几本 明天吧 我给你写一个单子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六 小王 你现在有多高 一米八二 您儿子呢 他比我高 他可能比你低一点 那也有一米八 很高了 难得有多高 三十六 小王 你现在有多高 一米八二 您儿子呢 他比我高 他可能比你低一点 那也有一米八 很高了 难得有多高 三十七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静 请坐 不用站着 你会回答刚才的那个问题吗 我觉得应该是新年 女的在做什么 三十七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静 请坐 不用站着 你会回答刚才的那个问题吗 我觉得应该是新年 女的在做什么 三十八 图书馆在哪儿 我看看这张校园地图 图书馆在这儿 在办公楼的下面 知道了 我们从办公楼向南走 就是图书馆 他们要去哪儿 三十八 图书馆在哪儿 我看看这张校园地图 图书馆在这儿 在办公楼的下面 知道了 我们从办公楼向南走 就是图书馆 他们要去哪儿 三十九 上次你们参加表演的照片 我选了几张 洗出来了 太好了 我看看 照得不错 你们都是一个年级的 不是 这两个大校的是二年级的 这个是我们班的 他们在说什么 三十九 上次你们参加表演的照片 我选了几张 我选了几张 洗出来了 太好了 我看看 照得不错 你们都是一个年级的 不是 这两个大校的是二年级的 这个是我们班的 他们在说什么 四十 这个山我来过很多次了 但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山 它叫九日山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以前九月九 人们都要来这儿爬山 它为什么被叫做九日山 四十 这个山我来过很多次了 但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山 它叫九日山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以前九月九 人们都要来这儿爬山 它为什么被叫做九日山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